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松连的讲师高莫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下几个咱们讨论一下 PRP变量的范围 对不对 其中咱们认识了局部变量 局部变量指的就是局部能适合的变量 对吧 而这个局部指的 对就是函数里边生命的变量 包括函数的形参 也是局部变量 那函数是在调用的时候才执行的 调用完之后 函数内部生的变量全部被释放 调用十次 里边就是所有的变量生命的十次 又被释放了十次 所以呢 函数中的变量只能在函数的内部使用 这就称为局部变量 那有没有一些变量 在函数的全局可以使用吗 就是所有函数都可以共用的 在外边也能使用 那可以使用 对不对 这叫全局变量 来咱们试一下 这回咱们再了解一下什么全局变量 那咱这回先给这个概念 什么叫全局变量 在函数 什么 外部生命的变量 都叫做全局变量 因为可以在 可以在每个函数中使用 对吧 那有没有碎序问题呢 一会咱们看到 碎序问题 什么叫碎序问题 咱先记录一下 就是 我先写函数 后生命变量行不行吗 咱们掉函数变先后为碎序 对不对 来 咱们先来研究一下 什么是全局变量再说 对不对 好 比如说 我生命一个变量 为碎等于 咱们最好 假如一个名字吧 对不对 高老师 对吧 那这个变量 曹老师没关系 就想着曹老师 Faction 然后呢 这里边我们 这假如也叫一个DEMO吧 可以吧 然后这里边 我现在能不能用到这个内部 看一下 我在输出的 这块直接电用DEMO的时候 如果按定义上说 对吧 可以 在函数外部生命的变量 函数内部可以使用 对吧 那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呢 会输出高老师吗 结果可以吗 不可以 也就是这里输出 现在用不了这个 那这个定义是不是有问题呀 是不是有问题呀 在函数外部生命的变量 可以在每个函数内部使用 真是有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在哪呢 你看我在这里边 我再生命一个 跟参数没关系 你看我在生命一个名字 等于 妹子 现在可不可以 来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 现在一个问题 假如说这个名字 可以使用 外边这里边可以使用 对不对 那生命的这个 是给外部的内部 重新改直 还是里边生命的 局部变量 在从名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 对吧 而在别的语言里边 就不会引起争议 为什么不会引起争议呢 比如说咱说 GS程序吧 或者C程序 架口程度都可以 对吧 他们都跟PV不一样 因为PVP存在一个 最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不是坏事 存在的问题 就是生命变量的时候 前面不用修饰符 对吧 而别的语言 假如说现在我写的是 加瓦语言 前面是不是生命的字 不错 或者是 加了GS语言 VR 对吧 在别的语言中 有VR的证明是生命变量 对吧 没有VR的 要代表是使用变量 假如这是一段GS程序 你看这块有VR 对不对 那我这块没有VR 这块就是给上面的内容复制 我现在说的不是PVP 大家记住 是别的语言 对吧 如果我这里边想生命的是 局部变量 不用外边的 用自己的 我只需要再用VR 如果你不写VR 就是用前面生命入的 这个 如果想做成自己局部的 不用外边的VR 记住吗 所以变量前面有修饰符的话 有修饰符就代表生命变量 没有修饰符代表使用变量 对不对 而PRP 不存在这个问题 生命变量又修饰符吗 不用 所以 这里边写的内容 你就确定不了 是自己新生命了 还是使用外边的变量 是个这问题 对吧 所以PRP就规定了 怎么的 所有在函数内部的变量 都是新生命的变量 所有在函数内部写的变量 都是新生命的变量 OK 那这样的话 你看一下 那 那你现在是有问题 既然全球变量函数内部能用的话 所有函数都可以用的话 我怎么能用到它呀 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对那怎么办呢 看好了 我可以用 什么 可以告诉这个函数 用一个关键字 告诉这个函数什么 哪个是全局的 你拿回来用 不告诉函数的 那生命的变量 就是内部的变量 对吧 怎么告诉呢 GLOPL 是全局的意思 Dollar for name 那我写在这 是不是就告诉函数 内部是全局的 对吧 你再写内部 这个内部就会给全局的这个附上值 听着吧 那现在输出的肯定还是妹子 对吧 是不是还是妹子 但是如果我在这块再输出 Dollar for name的话 如果我这块不复制 那输出的内部 你看一下 是不是这块会输出高老师 外边输出视频会高老师 对吧 你看 是不是两个高老师 但是呢 如果我这一打开 是不是他给全局控制了 里边输出是妹子 对不对 那这块再输出呢 对吧 全局的被改变了 是不是俩都是妹子 对吧 那现在大家会不会将函数外部的变量 怎么拿到函数内部用 对吧 也知道函数内部是直接升级变量 全是局部变量 对不对 只有显示的告诉你 才是全局变量 对不对 当然这个跟声明的位置有关系 如果我放在这个位置 那 先告诉这个函数 global是在上面写的吗 没有 那这个妹子是不是新生平了 那我再引入外边的那种 这块输出的是谁啊 是妹子吗 对 这跟最有关系 对不对 也就是这里边还是局部变量的 然后告诉这个函数 从这一下的代码用什么 全局的 然后输出的是高老师 这话也没改变成是不是高老师 同时我也可以输入多个 比如说年龄等于30 对吧 那我这global可以连续写两个 比如说global name global到这个年龄 对吧 也可以单独这么写 对 你到时候何凯 对吧 现在我输出名字连接一个 $H 你看一下 这里边就会 输出两个 对吧 这里边那个输出 就是出现这样的流落 所以呢 记住一个 在函数内部 对吧 如果需要使用函数外部的变量 需要需要使用 global关键 字 怎么的 将外部变量 引入 才可以使用 知道吧 这个还是可以用 其他还是能不能用 是吧 就可以 那刚才到这是不是记录一个顺序的问题 那我能不能在这块把这两个放在这呢 可不可以呢 我这会儿就不舒服了 这会儿就不舒服了 吊用demo的时候能不能找到吗 没有吧 那如果把它声明在 调用之前呢 这不可以呢 是不是 所以记住了 只要将全局变量 声明在调用之前 在调用函数的时候 就能找到 因为是不是先执行到这儿 然后调用函数 是不是才是到函数体理之销 知道这个顺序就行 不一定非得把变量声明在声明的函数之前 只要声明在调之前 这个含量就会用到 OK 这就是刚才能说的这个 税序问题 对吧 那咱们提到 变量是全局的 那能就不提 不得不提一个常量的问题 对吧 那看一下 刚才说变量是因为声明的问题 没有前面的提示符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去 变量的全局变量 对不对 是有狗罗不倒路的 那如果是常量呢 比如说 我把这个 记着常量怎么声明吧 对不对 那边 随便写这就写吧 讲到 高老师很帅 是谁改变不了的 就是很帅 但是不是名字 就是写一个字幕签吧 对吧 你看一下 这是不是声明一个常量啊 对不对 常量不存在生不生不的问题 常量不需要重新复制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常量在外边声明 里边直接就可以 直接就可以用了 对不对 因为它不存在声明的问题 所以说 常量的穿透力是很强的 对吧 在外边声明的变量也好 常量也好 如果没有用完赛的去释放 都是脚本结束的时候释放 而函数内部的局务变量什么时候释放 函数掉到结束就能释放了 外边放的变量长来 另外还有一招可以区分 什么呢 系统里边咱们会有很多的超全局速度 咱们这简单先介绍一下 后边咱们多说一些 好吧 比如说咱前面学没学过盖的 是不是接受UR盖的这 学没学过POST 可以吧 像这样的速度系统一共有9个 名称是固定的 对吧 这9个的名称是固定的 那都默认在全局存在 所以呢 像这样的速度里边放直 比如说 这块放个A 等于100 对吧 比如说到了不相信盖的里边 我放个B 等于300 对不对 既然名称是固定的 那么每个函数都认识它们 对吧 像这个里边的变量 就是那9个全局速度里边的 什么GED POST REQUIRED 35G 后边都会全这9个全局速度 这里边的变量默认都是全局的 不用说Global DL O B Global Dollar 下方线POST的 然后Dollar 下方线GED 不用这么去做 因为这名称是固定的 还是内部就把它直接加到全局了 所以这会儿你直接可以 对吧 Dollar 下方线 比如POST的里边 是什么 看一下 你掉一下 是不是意外就出来了 所以这些都是使用全局的一些手段 对吧 当然我们通常用9个都可以用 都可以这么使用 是什么 9个都可以当初我们使用 后边的我们说 那么现在能区别出什么是局部变量 什么是全局变量的 函数内部和函数外部 这两个部分 对吧 局部全局 长量 是不是直接使用 超级数组 是不是直接使用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变量上面的一些性格 咱们来看课件 这是变量的范围 对吧 当主成绩掉函数时 PV会暂停 暂停目前主成绩的流行控制 对不对 直接到函数去执行 对吧 函数的变量是不是 这个片段就开始执行了 执行完释放 结束后 函数内会全会得到的值 并将直接流行成 返回原程度的地方 继续执行其他骚扰 对不对 返回之后 结果全是放 那变量能见度 就是指 变量在程度中 可作用的范围 当一个变量执行 护制动作后 会随着声明度的差异 而有不同的范围 大致来说 就跟局部全局 对不对 跟大家继续看 局部变量 就是在海上的声明的变量 就是局部变量 对不对 然后如果局部变量的值 在外边需要使用 比于通过理 是个反应才可以 在这话 生明个三 外边享用这个三 每天A 是不是就可以了 把这置反应给 全局变量 就是在函数之外 声明的变量 就是全局变量 对吧 函数可视为单独的片段 所以局部变量 会覆盖全局变量的能见度 因此在函数中 并无法直接调用什么 全局变量 就当说没有 变量之前没有修饰谱 对吧 函数中 如果要使用全局变量 必须使用globo关键词 对吧 告知函数体 用的是全局变量 是不是 也可以通过全局数据 像globo词 咱们用的get post 是不是都可以 这就是咱们 这两节课给大家介绍的 变量的范围 局部变量 全局变量 后边 当然咱们还有一些 其他方式的 一些使用 比如说引用 臂包之类的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 就到这里 好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